佛特别强调就是护法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在第十一品 第十一品是谁呢 都是在讲这个监牢地神 监牢地神是谁 是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总地神我们平常讲土地宫 土地宫是管一个地方的 监牢地神是管整个地球的 这个地球整个管辖 就是监牢地神在管的 跟土地宫不一样 土地宫是他的管辖比较小 是一个阵是一个县 但是监牢地神是整个地球 他来为我们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他来做护法 只要你们能够相信这一部经 你能够赌诵这一部经 你能够相信有地藏王胡萨 你真的来策念他的名号 监牢地神来护持你 他真的来护持你的 所以你看监牢地神来护法你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能够真正念阿弥陀佛 你真正用功 你真正来读诵这一部地藏经 你念他的名号 监牢地神他就发过愿 发什么愿呢 他会来保护这个人 他会来护持这个人 无论他在哪里 只要如理如法 依教奉行 他会来护持 做你的后老板 我们的大老板的后面是谁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对一个大老板 监牢地神又来为我们护持 你那个福报有多大 太大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像刚才所说讲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 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你要好好来念佛 好好来修行 好好来珍惜 生命是很短的 太短处了 而且在这个短处的时间 我们确实说的太苦了 要好好念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果 比什么更重要的 这个世间啥都是假的 不用过于贪念 也不过于留念 因为总有一天 生不带来 死也不带去 来得空空 去也是空空的 所以不要过于执着 好好念佛就是 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班的上班 该做事的做事 该煮饭的煮饭 该煮菜的煮菜 该做家务的做家务 有时间 空党赶快念佛 这个就正确了